东山公有零售市场使用超过了40年 建筑物的耐震能力不足 乡长林俊甫上任之后 考量宜兰西南绿色转运亮点计划 带来的旅游能量 而且为了让市场周边环境得到全面改善 营造友善安全的采买环境 因此积极争取经济部 前瞻基础建设 公有危险建筑补墙重建计划 补助经费共8000多万元 加上公所自筹将近2000万 投入总经费1亿元来进行重建 并且在两层及时隆重举行开工动土典礼 一 再小妞 掰 三小妞 掰 一层 其九屋城开工选利 请享主义 第二层 其九屋城渡土平安工程圆满 我们豆山厢公所 公有市场的一个老建 向经济部中办来争取经费 那这次非常感谢中办来向我们补助了八千零二十六万 东山厢公所自己驿注一千九百七十四万 总经费是一亿 那这一次经过三次的流标之后 我们有立井建设来承包 这都以前没有防征 我们公有市场出入的这些信仰很多 很危险 所以说我们经济部这里 快来补贴我们八千零二十七万 我们公所配合一千九百几万 发保三遍 因为天下都行工主起序 没法度 现在我们三楼大概有四百几平 重建的东山厢公有零售市场 规划为三层楼建筑物 总楼地板面积为四百七十八平 预计在一百一十四年的上半年完工 一百一十五年开始营运 而摊位规划有十摊九铺 一楼规划贩卖生食 而二楼三楼则是为熟食区 四百七十八平的这个市场 总共有三楼 所谓有九摊食铺 一楼我们作为生食 就是我们的所谷虚肉 二楼三楼是作为熟食 我们希望这个市场 来现金之后 可以来提供到我们在地 所有民众 最便利 最现代化的这个民生市场 我们也会来带动 我们专业在我们绿色亮点转音计划 以后所应求兵的整体 一个新的样貌 所以在一百十四年年中 我们希望来完成 一百十五年来进行来营运 可以让我们的船长 过来外观资外国 大家的参户很多 整个结果 我们不能够其他的这些 这些白贴的设备 有意见 我们都帮他最好的 最先进的 来做一个最完整的 我们公寓的这个市场 东山 上 东山 上 公所期望位在东山市中心 交通便利的新的零售市场 结合宜蘭西南绿色转运亮点计划 带动周边商圈的经济发展 提供游客更好的服务 也让零售市场成为地方的特色之一 伊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